今天網絡上突然傳出于晨慶過世的消息 甚至有一個影片叫做永逼了于晨慶 頭髮心臟病不適應傳噩耗 甚至不少人現在在Google上搜尋于晨慶 會出現病危過世等相關字詞 對此哈琳經紀人則回應目前人都很好 正在錄製節目 而且前幾天哈琳還在IG上分享 自己騎腳踏車的影片笑說自己累得很開心 根本沒有該傳言 雖然他09年前曾因為心律不整 接受心刀冠手術 現在身體狀況恢復的相當不錯 要粉絲們不要太擔心 而不少網友看了紛紛生氣直呼 一定要檢舉這種造謠影片 這樣亂傳假消息實在是太過分了 絆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